坐了一個摩托車 從斗山鎮4公里來到福岳村 這裡看什麼呢 看陽樓 這個村落裡有15座 當年海外鄉親留下的陽樓 我來到這裡的時候 耳目一新的感覺 你看它已經有了一個遊客中心了 然後還看到 旁邊這裡 雖然它是沒有人看守的 但是它有一個刷臉支付的自助售賣機 就要這樣 因為我是覺得 台山的旅遊資源相當豐富 但是配套不完善 無論你是從交通 還是從其他的一些方面來說 都很欠缺 加油 福岳村的名字 源自於村裡一位窮秀才 在修門樓的時候寫了一副銀簾 福臺奉格出富貴 月店龍樓產英雄 但這位秀才的名字 卻沒有人記得了 讓福岳村出名的是陽樓多 因為村裡出陽的人也很多 上個世紀初 村裡的人大多飄洋過海 去了美國和加拿大 若干年後 榮歸故裡的金山伯們 便將自己在海外的所見所聞 帶回了家鄉 而留存最久的 便是當年所見的這十五棟洋樓 但誰也沒有想到 當年的無心之舉 若干年後 卻成了台山的八景之一 有一棟很特別 而且呢 它就一個 鼓鈴鈴的 在稻田裡面 有沒有覺得它有點清高啊 這一座的名氣其實很響亮 它叫做中山閣 它的主人呢 是孫中山先生的朋友 所有的陽樓都建於民國時期 最早的1917年 最晚的建於1936年 雖然沒有哪一座 算得上台山數一數二的陽樓建築 但盛在數量居村落之首 且洞洞風格迥異 也撐得上一個陽樓的小型博物館了 如果你有興趣 想了解一下這些陽樓的內部城設 還可以借助買特產的機會 進去參觀一番 但是視野直家 我是不是太貪心 我都爬到頂樓 看到了旁邊的幾座 燕子窝 所有的樓都以樓主的名字來命名 名字刻在了高高的山花上 除了讓見到的人讚嘆之餘 也是一種成功人士的標榜 比任何的門牌號碼都好用 這座呢 是兩兄弟建的 一樓兩戶 現在也 可以參觀陽樓了 我在門口看看吧 哦那這裡看出來 一樓兩戶 兩兄弟出的 建這座安雅樓 當年花了一萬九千塊大洋 在安雅樓的旁邊呢 還有一座特別的陽樓 它和其他的青磚所建的陽樓 以及那一棟黃色的中山閣都不同 它是紅磚的 幾十年的風雨 它已經退去了最初的華麗 再加上呢 有一種刻意的朴素感 是很容易被錯過的一棟樓 山花上的樓名 已經被完全的麻去了 也似乎可以感受出 主人家的低調 這棟樓叫賢安居 它是旅美的鄉親 陳賢安所建的 有名之處 在於陳賢安的兒子陳幻展 天文呢 他是為美國製造出第一面 天文望遠鏡的科學家 福岳村現在的居民 三百人左右 但是呢 旅居國外的海外鄉親 有三千人 這個比例算算 是不是很驚人呢 而且呢 成功人士的比例相當高 從剛才看到的陽樓的規模 還有他整個密集度 就可以看出來了 這位村落裡面 他當年呀 很威風的明星來的 而在福岳村的旁邊呀 有個村落 也很有名啊 這個村落呢 便是福岳村旁邊的聖華里 香港錢財爺曾俊華的祖居 就在裡面 而類似這樣 出國大人物的嶺南古村 在台山當地呀 可謂是多不勝數 巷子裡呢 還能見到 幾座傳統老屋上面的龍船集 以前村落就是這樣子 一條條巷子延伸進去 一家安置一家 所以後來打拼回來的華僑呢 就把房子建在了後面 然後建在後面 也表示一種尊重 這裡呢 是福岳生產隊 他好像也是一棟洋樓改過來的 我是在裡面看到他的壁畫 不會看到嗎 因為以前的華僑呢 他把自己在國外的所見所聞呢 你看大橋火車 這些呢 都畫了出來 其實呢 就是把自己所見到的先進的東西 希望以後啊 也能在自己的國家看見 好嗎 是福岡山 你哈記 這次每個都畫面 是福岡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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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邊 是福岡山